嗨 第一时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真 今天呢进入我们的一周明星微访谈 今天的做客我们第一时尚的大来变啊 可以说最近那是非常非常的红 凭借着克拉恋人在当中呢 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 俘获了大批少女还有鼠女星 让我们来欢迎罗靖 大家好 我是罗靖 她是美人心悸中为爱痴狂的刘盈 你的手好聊 就像真的吸引 她是X女特工中的精英特工贺俊峰 更是克拉恋人中打败Rin 赢得女主芳心的万人迷雷一鸣 你愿意再一次嫁给我吗 她是罗靖 出道近十年一个个扎实的角色 让她成为当今中国音频 最红的演技派暖男 我们第一时尚在网络上 一说说我们要对你进行一个专访 做一个专题节目的时候 哇那些私信啊 然后包括像微信公众号的一些提问 那简直太多了 那我看了一眼里面有一些非常辛辣的 那辛辣到什么程度 我不知道你自己能你的接受的程度在什么 我 有什么不可以聊的吗 也没什么不可以聊的 所以就是 反正就是大家 都可以hold住 对对 今天我们也是从中选了很多 大概我看了一下 至少要有五十个左右吧 我们来选出其中的十个 我抽完以后 可不可以偷偷看一下 然后这个不行了 当然不可以了 随着近日柯拉恋人的热播 罗靖的人气再次爆棚 但生性低调的她 鲜少曝光在大众面前 今天第一时尚给粉丝机会任性提问 辛辣的问题让罗靖贫冷汗 抽下面的会比较安全 这个问题是你自恋吗 觉得自己长得帅吗 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 首先一点 其实作为演员来说 其实本身应该是自恋的 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 有时候会挺自弃的 所以就明明可以靠脸 还是偏偏要靠才华的 谁啊 说你呢 那再抽第二个问题 你抽吧 我来 那可能这个又会是 没有做记号 哇 就是你认为自己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最大的缺点其实就是没有缺点 没有 其实缺点 其实人看自己 我的心没法分心 我只能做一件事 我只能投入到一个 所以我只能做一件事 那就是说你如果不去的话 很容易被别人当成是耍大牌啊 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就是我很矛盾 其实这是很矛盾的事 其实发自内心 我会觉得 我应该去跟大家去参加这样的活动 但是有的时候我又是 这就是我的缺点 就真的就是我的缺点 没看出来 你居然还是这样一个宅男啊 对我挺 挺宅的 好 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万一抽到那个特别的 特别的那什么 不想回答的问题 你帮我回答吗 毕业十年 现在可以说是 哎呀 这个问题 毕业十年 有人说啊 说你现在是真的火了 有没有觉得 这个路有点太漫长了 这些年 其实我一直都在积累 也 我并没有觉得说我现在火了 其实我以前就一直还挺火的 因为当一个演员 我觉得只要业内认可 我能够赚到我吃饭的钱 大马路上最好没什么人认识我 那我就会很开心 因为我在做着 我自己喜欢做的事 想做的事 所以我刚刚出来那两年 像每人星际刚刚播的时候 我走到大马路上 刚刚开始有人会认识我的时候 人家叫我 我都会说 不是 直到后来我什么时候改变这个观念了 就突然有一天 我看到我给一个人签完名以后 他很高兴就走了 你给他带来了快乐 我觉得这就是我做演员 这是我的义务 我也应该这么去做 所以后来我就慢慢地不会抗拒 所以我觉得人活还是活的一个心态 不管你走到哪一步 你始终逃不掉的 其实你就是个神 你只是从事的演员的这个职业 可能这个演员 演员这个职业附带给你的可能是很多人认识你 很多人认可你 很多人喜欢你 我觉得这是你作为演员的一个幸福 一个福报 所以我觉得要用各种方式去回馈社会 去回馈身边那些喜欢你的人 看过早期的作品 电影起步 而且凭借着美错走过甘纳红毯 算是国内艺人比较早期走向国际的 现在还能回想起当时的心情吗 那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独特 而且是很珍贵的一段回忆吧 就参加了一个那样的戏 我会觉得就是我作为演员来说 是我一辈子的荣幸 就是美错这个导演其实真的很棒 就是他是通天塔呀 包括爱情是狗娘 包括去年的奥斯卡的那个四项大奖 鸟人鸟人的导演 对于我今天来说 其实我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拍什么电影 其实我心里头住了一个李康生 你知道吗 就是台湾有一个艺术电影的演员 叫李康生 对我喜欢那样的东西 我喜欢那样的作品 所以我一直拍电影 我都不太敢拍 那你自己在未来会不会有计划的想要 往大荧幕更多的去 当然会 作为一个演员 最终其实还是想往大荧幕走 因为你像电视剧 一次下来一千多场戏 九百多场戏 总共就是三个月的时间 和你三个月的时间 也就是拍一百场戏 这完全是不一样的 它足够 电影足够有时间 让你去进入到角色 足够有时间 让你去 真的是 去精打细凿的每一个镜头 来看下一个 我总觉得抽下面的会比较安全 这个完全是我一个业余的问题 如何理解时尚 首先时尚 因为 真的很难对于我来说 为什么呢 我小时候是在一个很小的小县城长大的 我知道2001年才知道 世界上有一个叫肯德基的东西 和麦当劳的东西 那是我第一年来北京来考学 然后那个时候 我会觉得一个很小的品牌 摆在筹柜里 180块钱一条牛仔裤 我会觉得 这怎么可能呢 我觉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也就是那是 到今天也就十几年的时间 我慢慢的去接触了很多 就是因为我的职业 我接触了很多时尚的元时尚的东西 包括拍杂志 包括一些很多 所以我会觉得 得体吧 而且舒服 然后能够跟人融入到一块 再去表达 我觉得这是我所理解的 所以还是以舒适 然后得体为重 还像最后两个问题了 好 还是罗金自己来选择 对 出道至今你最感谢的一个人 为什么会感谢他 其实这个话题好像说的 好像就要流眼泪了 最感谢的人 其实我挺感谢我经纪人的 就是很多 就是从认识我开始 他就知道我是一个这样的性格 然后他也会一直坚持 去为我做了很多事情 就像我是一个特别费心的演员 就是完全不听话 就是在宣传这一块 包括我只是踏踏实实地觉得 我作为一个演员 我就应该延好我自己眼前的这两场戏 其他事情 一点脑子我都废不了 所以他在身后为我 打点了很多很多事情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 某著名演员那个时候 从一个公司转到另一个公司 然后就告诉我的经纪人 说你可不可以带我 那个时候我还是个新人 所以说对于他来说呢 那可能 对于一个成熟演员在这 他的资源肯定会更多 但是最终没有选择 说去带一个成熟演员 而是选择来跟我在一起合作 所以这些年一直 不管有多苦多难 他其实一直都在坚持 所以说我觉得 我挺感谢他的 那刚才我们也感谢过了 也聊过了这个很多 包括你自己成长的 这样的一个话题 接下来剩下最后一个 蛮珍贵的问题 这个吗 对 有没有因为压力大 哭过 就别人对我的期待 我会觉得我很难 就是有什么东西 是你撑不过去的呢 其实再难 撑一撑其实就好了 所以我不会 压力是有 但我从来不会被压力所压倒 我会觉得在我的本身当中 我会自己会形成一种 对于我自己的压力 因为如果不够好 我怎么能够对得起别人 对我的期待 和对我的这种看重 所以说我觉得会是这样的压力 谢谢罗静 今天也是非常出色地完成了 我们粉丝们可以说 他们提出来的这十个问题 当然问题有太多太多了 但是我相信今天通过这十个问题 大家也能够了解到 在这个戏外 罗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什么样的性格 然后包括他在过去的十年 自己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谢谢你 谢谢 也欢迎罗静 可以对到我们第一次来的 谢谢 谢谢